还偷东西时突然听到地下传来声音 他刚想趴下一探究竟时 却意外触发机关掉进了密室里面 看着这铜墙铁壁 女人刚想寻找出口 不料却意外发现眼前的十八罗汉 只见他们身上都散发出一股煞气 女人能感觉到他们身上的呼吸 却发现他们全部都没了心跳 看来是有人在这里制造人形魁蕾 也就是传说中的杀人机器 女人顿时细思击恐 为了尽快找到出口 她立马施展法术召唤出金蝴蝶 金蝴蝶在女人的意念控制下 开始四处飞散 蝴蝶接触到墙后全部化成了灰烬 这时一旁的墙壁引起了她的注意 唯独这堵墙蝴蝶是怎么也渗不进去 这墙的背后藏得什么 为什么我的金蝶过不去 想到这里 女人再次召唤出一只更强的金蝴蝶 这次终于成功渗透墙面 里面被困千年的男人察觉到熟悉的灵力后 竟开始慢慢苏醒过来 于是也急忙召唤出一只蓝色蝴蝶回忆 不料却被眼前的结界拦住了去 男人刚想放弃 哪知空中的金色粉末突然恢复成一只金蝴蝶 男人刚想伸手去触摸 可依旧被结界弹了回来 不过里面的动静很快引起了女人的察觉 就在女人绞尽脑汁想冲破这层结界的时候 动静同时也引来了巫师 眼前的石门突然自动开启 女人闻声急忙假装中了煞气倒在地上 巫师见状轻蔑一笑 随后拿出一颗傀儡药丸喂给女人吃下 她要把女人一并做成人形傀儡 哪知巫师前脚刚走 女人后脚就把药丸逼了出来 可巫师很快就察觉出不对劲 她立马拿出口哨唤醒了周围的人形傀儡 接下来女人可要麻烦了